往回拉的话 那里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啊 炒风了 炒风了 炒鱼什么情况啊 大熊你干嘛了 你干嘛 又是这种大费 我们现在呢 这边今天的掉费是480 480回于3块 等于说我们今天要打160斤 才能打上岸 现在已经打到下半场了 我这边已经打了第二个户 第二个户才刚刚开始 今天这种渔情呢 打这160斤 它是有一点难度的 但是机会还是有 就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打 怎么样去把握吧 谁 双尾的时候一定要把杆往上顶啊 把它两个鱼的一个头尽可能的给它弄出来 如果鱼头在水里面就很容易切线了 我们从早上一来打定层打糊打草鱼 接着呢又打半水 打半水后面又打到里底 里底之后现在打到下底 就说整个这个做钓的一个过程当中 是很多的很多的变化 哇这个螺肥可以哦 对于说我们打的这场鱼全程是在变化的 它根据这不同的一个水绳 它一直跑 因为我们早上的目标鱼是草鱼 草鱼打着打着太阳出来了 然后人多了以后这草鱼 跑鱼啊种鱼啊啪啦啪啦的这种水绳 草鱼受惊了 现在草鱼不敢吃 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目标瞄向螺肥 就直接攻底 攻这个螺肥啊 而这个螺肥呢也是可以尝试去打浮的 但是你现在这种天气 所以个人建议是不要去打浮 因为你浮你可能只有半个小时 你半个小时打完了以后 你基本上你就没机会了 所以压底掉才是最稳的 进去 草鱼 这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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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户不忘我 我开这个户呢 口就变慢了 现在放鱼都放跑了 來 起 斷頭台 來 這條大 這條爽 來 跑 哪裡跑 跑 跑 怎麼這個魚後面還敲落打鼓的 碰碰碰的 我們現在這回呢 這些魚型特別慢 然後明顯感覺到這魚口呢 它是吃不進去的 那以現在這種狀態呢 我們有幾種調整法 第一種就是把耳團給它 給它拉小一點 方便它吃進去 第二個呢 就是散泡 一定要小散泡 就是捏一點點 捏這麼大的一個小散泡 然後讓它有一個物化給它帶下去 因為它現在的一個活性呢 吃食呢 不是特別 呃 不是說特別 慾望不是特別高 那你散泡大了之後呢 一個很大的一個物化淹下去 散泡下去 它有的呢 就捏一點散泡就夠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把散泡降小 是為了去突出你那個耳料 讓它放 讓它想吃的時候 就叼一口你那耳料 因為摸魚啊 跟搶魚是兩碼事 我們對於這種 魚口也好 耳料的一個變化也好 甚至是縣組 另外一種呢 就是把縣組換小 縣組換小呢 也是方便方便它吃進嘴 所以這整場做掉呢 一定是去 一定是要去考慮好 前期後期中期 是 是怎麼打的啊 小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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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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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的 來吧 所以釣魚人呢 就是不能偷懶啊 一定要 釣魚也是一樣的 你想釣得到 它很簡單 但是你想要釣得多 那麼你考慮的也 也就相對來講 比較多一些 其實這個東西 它也是有學問的 把耳團盡量的 一定要修打到後期 給它修的小小的 散泡也是一樣的 一定給它捏的小小的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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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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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摸一条 这一条爽 看到没有 这公飞 这一条大 这一条大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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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条大公飞 有四公飞 我熊哥对火山飞现在都已经有阴影了 133啊 多打啊 庄哥 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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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最多的是谁 有一个是130多的 130多一个110多对吧 我这边有机会 没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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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生案就行了 没奖金 你高兴 咱们一会儿让我老板 我给他把后子打 我给他打 看我啊 啥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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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46-5 好好的 41斤 去帮忙 来 帮一下忙 帮一下 这草鱼啊 往这边走 我这多少 77加2 100 成一啊 154-10斤 没我多 154 144 144 144 11号 11号 哦 对我还有个50的奖金 144 144 154加一个50奖金 144 144 今天这场鱼呢 说白了就是这个样子 从前面的打草鱼打糊 然后呢 打定层 打到中层去 再去打定层 然后又打雷底 最后呢 又打底 打完底之后呢 又上来去打行层 就说整个过程当中 变化特别多 因为草鱼啊 罗飞啊 这个堂的水温一起来 那鱼都是乱层的 不同的水层跑来跑去 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它的 找到鱼所在的一个水层 不同的调整变化 然后去钓它 像早上一来 草鱼打糊 就是抢草鱼 打到中后期之后 就下底 就打它的一个罗飞 那么再打到后面呢 太阳完全出来了 又去打行程 又去打它的草鱼 跟罗飞的一个接口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 整场做掉的一个经过 反正就是钓鱼呢 就是一定要变 如果说你不变 你就钓不多 在有限的一个鱼形当中的话 你就把握不住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来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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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